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 美国经济学人网站的惊呼 军事技术革命真的来了 7月6号美国经济学人网站发布了文章 说高技术战争新时代已经开启 技术改变了战场 这篇文章某些观点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是怎么说的 比如说文章讲 乌克兰的战场有三大教训 首先是战场变得更加的透明 别再指望双通望远镜或者地图 卫星资料和无人机不仅便宜 而且无处不在 可以在战场上大海捞针 找到重要的目标 然后把情报送给战场上的火力节点 第二个教训 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 战争的消耗也依然是非常的巨大 涉及受十万军人 以及受百万台机器火弹药 俄军的精确打击让乌克兰死成惨重 双方还是离不开战壕 挖掘的规模已经赶上凡尔顿战役了 最后在15年内军队三分之一的规模将是机器人 这就需要建立庞大的库层 以及更大规模的制造硬件的工业能力 文章说 西方不能假设大型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冲突 不会再发生 专制和不稳定的俄罗斯 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被西方构成威胁 中国不但上升的军事影响力 是亚洲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没有吸血乌克兰战争教训的军队 可能会输给那些吸血了教训的军队 虽然这篇文章说的很绕贼 但是和谐意思就一条 美国要是不搞新型工业化 有可能输给自己并不喜欢的那些专制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和中国 乌克兰战争的形态确实比较特别 它并不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高技术战争 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都是在用几十年前研制的主战兵器进行对抗 但是战场上除了这些主战兵器 还出现了大量的信息化的元素 有些元素是西方长期准备用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 有些元素就完全让人始料未及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和巡飞弹 把无人机应用在战场上 这个理念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发明的 但是把民用无人机 甚至是消费级别的无人机改造成武器装备 用在实战中 就是世界各级的非正规武装发明出来的 比如说巴勒斯坦的一些武装派别 中国在民用无人机和消费级无人机方面 具有极其强大的产业优势 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出货力 因此这些非政府武装所使用的无人机的险害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的中国制造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双方都在设法购买和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虽然损失很大 但是因为这些无人机价格低廉 使用方便 供应充足 所以俄乌双方还是乐此不疲 这些无人机带来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作战效果 让基层步兵分队甚至是步兵牌 拥有了自己的空中侦察能力 甚至是低空轰炸能力 这在过去的战争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哪怕是空中优势最为明显的美军 也不可能把空中职员直接配手到步兵班族 这种效果也让双方的指挥部门始料未及 乌克兰政府甚至向中国的制造商提出抗议 要求他们不再向俄罗斯出口无人机 中国有关厂商还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 绝不支持战争的立场 也绝没有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军火的动机 乌克兰的实战情景 让人不得不思索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人的社会的信息化浪潮所催生的 绝不仅仅是无人机这么一款产品 高性能的计算设备 移动通信网络大数据商业摇杆卫星 哪一样应用在军事领域 都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一些头像分析处理功能 传统上可能要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够完成 如今用一台BG本电脑 和一个小小的应用软件就可以实现了 今天的商业摇杆卫星 已经普遍具有了军事侦察的功能 美国已经把商业卫星头像的分辨力 放宽到了30厘米 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飞机 火炮 坦克装甲车辆 防御攻势和作战人员等等目标 甚至能够清点士兵的数量 而在卫星侦察方面 中国并不比美国落后多少 这些还仅仅是高技术领域 对军事对抗所带来的变化 在更多的中低端技术领域 中国恐怕比美国更具优势 比如说在后勤保障的物资器材和装备方面 你像军用口粮 帐篷 睡袋 野银器材 卫生方舱等战商救治装备 中国所具有的产能 优势 现在是整个西方加起来 也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 在武器弹药的生产方面 中国为了确保生产安全和环境安全 是有意做到产能抑制的 如果面临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实现工业总动员 所以不要说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 就算是中国打算前列以赴的支持第三国与美国开战 那谁胜谁负也是一梦了然的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